大家好 你好 歐洲主流足球聯賽復賽那麼久 還沒跟Gaylee一起討論球 想不到第一次就是非常體育 沒錯,不過接下來這個週末 可以看我們一起討論球 就是有華拉道理主要對巴塞龍拿 至於說歐洲球 不得不提你那隊外隊曼聯 近來好像挺合理的 加上中場,普巴和布納佛 你才能夾得到 美臣隔年會進入球,很棒 這些壞事不要說 說回你隊外隊,你隊外隊也不錯 贏完石菲聯優,捉獎一杯入到四強 還要抽熱刺水,真是值得 令摩連奴最後都要用聯賽成績 抽回你們的水 現在是要贏球的,否則怎麼中輸 對吧?要中一中 不過畢竟如此,以為云嘉退休 不能跟摩連奴吵架吵架 不過現在摩連奴吵熱刺 繼續要吵下去 真是的,你說這些花生的話題 整地都是 究竟熱刺和阿斯洞最終的 誰能贏呢? 上個星期其實也有很多花生 花生就有一大堆 究竟最大顆是哪一宗呢? 房地雲終於回來了 天學戰警奧地利站 簡直是充滿花生味 為了以賽善已經憤怒地說 法利是單方面決定不跟他續約 不知道是不是看見即將取代 他位置的新屍仔在旁邊 就憤怒火遮眼 中段過彎的時候 因為失誤而跌到第十位 平時雖然有寶達斯贏冠軍 但是夏美頓在排位 和正賽都被罰的情況下 最終益埋羅利斯首次站椅子 加了217天那麼久 一幅賽當然多花生 說F1賽車 一連兩站都在奧地利舉行 包括有7月3至5日 10至12日 3至5日那場厲害了 很多花生 如果想看看黑帝鹹美 還能否挑戰孫茂街的七貫霸業 現在有變數嗎? 他想挑戰 不過在排位賽和正賽時 他都出事了 結果鹹美頓在排位賽時 又有因為王旗的問題 令他退了三架 第五位起步 最終正賽又因為犯規 被人加了5秒 原本是第二位完成 變成第四位 鹹美頓看來第一站就搞不好 但他很厲害 掩護到寶達斯 平時寶達斯掩護他 這一站他掩護寶達斯 令寶達斯成功衝心獲得第一位 當然有個好隊友 當然是非常好 是 如果有個壞隊友 或者不好的隊友 像法拉里一樣 你說怎麼辦? 真的不行 因為那邊真的… 大家有很多羅生門事件 不知道藥是怎樣的 總之就是維道爾 打算在最後法拉里這一季 可以取回美財 誰知道心理壓力過大 最終有些失誤,排第十 以為益生獅子嗎? 不是,應了新星的綠克萊 車馬力這麼大 都要吊著大哥的尾 知道為甚麼 就要學他們走法 最終取得第二 如果法拉里這麼大的車隊 要學別人的走法 真的挺嚴重 不過接下來 綠克萊和新思仔的合作 的確有不少火花 F1就有很多花生 五毛球場就好像… 雙病從來都是運動員最大的敵人 原本打算五度徵戰奧運的 前羽毛球一哥 超級彈林丹 在社交媒體突然宣布 因為體能和雙病而退役 結束他二十年的球員生涯 去年他的宿敵李宗偉掛牌 林里大戰已經成為了大家的回憶 今次超級彈的退役 就更加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一個時代的終結 證明了一個時代真的終結了 即每六十秒一分鐘 你對 說的是羽毛球場 不會再有林丹大戰李宗偉 這個鏡頭出現 林丹已經37歲了 如果要他再爭打奧運 真的未必能夠 信心 身體能夠應付 所以在他退休前 其實也跟他兒子說 阿仔 瞭解我過去打羽毛球 經歷過這麼多困難 每一關都能過 做人是不能放棄的 但如果說不放棄 好像適合你中位多點 當然了 我小時候看大馬拿督打球 都覺得他慘 打三個奧運 三個一拿亞軍 尤其是對上一屆 打算決賽 沒有林丹有機會贏 誰知道有一個神龍 以為僅幾四才叫遺憾 原來千年老二都可以很遺憾 但沒辦法 林丹叫做超級丹 果然特別厲害 畢竟是羽毛球坦 第一個成為全本官的得主 奧運、亞運、世界賽 全英賽 什麼都贏了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如果這個時代終結 那是哪個時代開始 你想到哪裡 我就想起五家浪 作為香港人一定要拆香港運動 五家浪一定要打得臨丹 贏了所有冠軍 當然要支持五家浪 但也要留意其他國家的球手 例如丹麥的艾素晨 日本的一哥徒電燕斗 或是印尼的阻拉丹基士體 甚至是中華台北的周天成 也很厲害 還有上一屆奧運冠軍神龍 還說仍然要鬥下去 所以說新生代真的有段時間鬥 不過說到要鬥 英超不用鬥了 因為冠軍已經沉甲落定 利物浦一宿三十年之養 取了冠軍 不過這時候有一個舊障礙要出來 非常取景 利物浦在鎖定英超冠軍之後 第一場比賽就剛好 作客對著競爭對手的曼城 根據英超的傳統 作為主人家的曼城 禮貌上是要在賽前列隊 歡迎新科冠軍出場 當中不少人的注意力 都落在曾經背叛過 利物浦的史端寧身上 見他樂力拍手之餘 面上都帶有笑容 和利物浦以為是恩怨兩清 實在是少女藏刀 又開球又拼十二碼又不斷入球 尾段還要令張噴隆擺在烏龍 結果萬城大勝利物浦4比0 也不知道是裸景還是振興 恭喜… 過來吧… 實施力感 出來… 真的很真實,好像在玩VR遊戲 我們歡迎英界的英超冠軍 利物浦 剛才看到你 小龍是足夠的,掌聲不太足夠 那裡奧流話要尊重一點 尊重一點,大聲一點 我們在賽前就說 人家是英超冠軍 當然要尊重 沒理由不尊重 如果像賓拿道斯華一樣 未拍完,利物浦的球員未走 就走錯了 真的不太好 當然是,但高普說 其實這些事情我們不需要 你不用這麼做 我們就要冠軍了 不過如果你要上 我們也不介意,我們不會拒絕 口不對心 這些表面上很膚淺,內心一定很想 你歡迎我吧… 之前在這個話題上 嘉力賊找了嘉利仔很久 其實不只是嘉利仔被人找了很久 占士米娜說他找史端玲 也找了很久 竟然發信息給他,異讀不回 這位年輕人真是禮貌 要先教他 老大哥,占士米娜發訊息給你 竟然不回覆 原因是有的 因為那個內容竟然叫他… 到時列隊拍張的時候 拍大力一點 還要對著做官媒師,再熱烈一點 為甚麼?因為知道他們兩個有牙齒印 兩個球員在國家隊層面也好 在櫻村也好 也有很多火花、很多碰撞 結果史端玲當然不理他 拍張好像沒有激烈而已 其實史端玲回應了 用行動回應 一個入球,一個拾研碼 在租高美斯之前 租高美斯就夠租高了 真球王、真美斯 最近的表現好像很厲害 阿根廷球王 美斯在上星期對著馬德里體育會的時候 射入了一個Paninka式的12碼 個人、職業生涯 包括國家隊和球會的總入球數字 衝破七、八球大關 而且美斯只用了862場比賽 就已經達成這個里程碑 足足比斯朗拿到用少112場那麼多 不過雖然美斯自己就威了 但是他效力的是巴塞隆瓦 在復賽之後就頭頭碰著黑 不斷失分 失分失分,那就沒有了冠軍 巴塞隆瓦在復賽之前 其實他們很厲害 領先王家馬德里 但復賽之後更厲害 已經有三場和球 不斷失分,令王家馬德里爬上他們頭 不過現在巴塞隆瓦的球是看什麼呢 橫看美斯 即是美斯可以就行 美斯不行,當然不行 現在還可以靠擺盤機會 像想靠也不能靠 美斯昨晚打給我 直到2021年,不續約了 為甚麼 一個原因就要知道 誰是教練和哪個球員 會回來踢球,會加盟 他最想跟誰踢球,你知道嗎 他自己 不是,是尼馬 因為可以在MSN 大家一起團聚,那就最開心 否則實現各位球迷一個願望 就是英超,證明自己 對,美斯繼續在巴塞 有很多球迷會關注 但巴塞的球迷 近期都挺關注這宗新聞 就是說你買人 亦以6000萬歐元 賣入祖雲達斯的中場彭查力 但7200萬歐元 賣走亞道美奴 賬面上,不算是賺12萬歐元 但你說論球員的能力 或者在場上的攻擊 好像亞道美奴也比較好 對,這點真是… 不知道該怎麼算 我今晚還是打給美斯 詢問一下,沒辦法 因為你現在看到 中場方面本來拉傑迪 過了30歲 打算有機會賣手 結果現在傳了那麼久 還是留隊 反而賣走了就是亞道美奴 這條數怎麼算 我想美斯也未必會計算 應該計算不到 不過不是這樣 你剛才說打給美斯 美斯不是姓連 你怎麼知道 我真的願意別打了 連美斯是騙人的 不過這樣吧 巴掌龍每年都每次都每次都升 說到升的話 Gary,之前你好像看到很多星 是吧 來到旺角球鞋街這裡 又不一定只是買球鞋 這個夏天在這裡 除了可以體驗球種不同的運動之餘 還可以欣賞我們 香港星級運動員的賞展 活動開幕禮 當日這裡現場 更加是非常聲光 還有一個隊伍 歐凱淳、錫偉雄、陳浩元 姚錦成、謝影雪、余翠兒 陳明太、李家文 和何柱亭九位出色的香港運動員 就是這次我們的 Work from Home 賞展的主角 由運動攝影大師 Brian粗刀的這輯作品 更加作慈善用途 籌得的善款 將會捐給營動香港體育基金 其實這個構思是Brian一起想的 我相信很多運動員的家 都未必有壓力 因為平時已經每天都在做訓練的事 現在一個機會就是在家裡做運動 但家裡又沒有這些器材的時候 唯一的就是日用品 Brian很有自己的照片的個性 大家一看到的照片就知道是Brian的手筆 但他又給予我們很大的自由 當我們要攝影的時候 被拍的那個照片 因為之前我們也拍過水底的相機 他成為最後是 不如你們給相機自己下去玩 由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也打算拍攝和疫情有關的東西 其實當時還未想到想拍什麼 真的因為李家文的緣故 以及余翠儀的觸發點 我覺得應該要拍攝香港運動員 如何在體院關閉的情況下 如何自己去訓練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時代的記錄 對於運動員來說也是一個時代的記錄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有一個新的構思出現得很好 疫情期間本身這個 大家關注身心健康 其實都很適合跟運動和健康的配合 其實這個上前也可以體現到 疫情期間我們香港的運動員 如何在工作從家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繼續他們的運動 也都盛起大家關注 大家的身心健康 還有其實我們特別 這次都是在我們籌劃這個活動的時候 都有我們的同事 其實都是一個利若奧運的游泳代表 劉燕恩 其實他負責策劃整個 campaign 整個program 其實他當中都在裡面 帶出了運動的精神 想先指這次anyground is the playground 下季活動的其中一個項目 主辦單位還邀請了香港設計師麥朗 打造多用途運動場 為球鞋街注入更多的運動元素 接下來在7月10日至9月中旬 就在旺角球鞋街試玩殘陣 羽毛球體驗 滑浪風範體驗 以及劍擊體驗 所以這時候要找來究竟今次設計 這個anyground is the playground 的設計師Jonathan 快點問他 Jonathan你好 為何在旺角鬧事這裡 會有這樣的設計理念 因為覺得在商場門口 都好像有一層運動的概念 本身挺有趣的 所以就將平常日常生活 無論是馬路的圖案 或者不同的山的箭嘴 或者那些東西 就變成一個抽象的圖案 就好像寓意 你在香港如果是一個公共空間 你想做運動就可以做運動 融入生活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過來 旺角球鞋街試玩一下 謝謝Jonathan 節目來到尾聲了 接下來週中有很多好球看的 好像有二甲方面 AC米蘭大戰的祖雲達斯 至於西甲也有加替龍尼亞打比 今季不看,下季隨時沒有了 霸賽對外屍奔勞 英招方面 石菲聯能否得到 夏年歐洲賽席位 分別會對著狼隊和車路士 也有一場倫敦打比戰 就是熱刺隊,你對阿仙奴 對,各位觀眾 記得留意我們Now Sports的直播 一起為阿仙奴成功直樹打打氣 再見